他今天都有达标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今天这个专辑的名字是2014年刚发 你知道吗 就是很少会有明星 就是在刚刚过完年之后就发专辑 他很厉害呀 他抢占先机 对哦 所以的话今天我们要请出来好不好 今天我们前面的帅哥呢 是我们的小五带过来的陈人书 欢迎 欢迎 酷六王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嘉祥 很高兴可以来到夜场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 也是通过这个玻璃房 还有爱米饭来直播 来问候一下 玻璃房和爱米饭的很多的网友 好不好 好 那个玻璃房还有爱米饭的网友们 你们也晚上好 对 今天我们一开始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互动好不好 就是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美女漂亮 请发一个星星 帅哥问问他了 帅哥漂亮 我们来看版品的刷屏 我们来看看这个屏幕好不好 现在已经是6306位观众 赶紧发星星 觉得美女好看的所有的朋友 赶紧来点星星哦 觉得帅哥帅的话 我们要点什么 你应该懂这个房间 我们要点 点星星哦 太阳哦 点太阳 对 如果觉得帅哥帅的话呢 就点太阳 觉得美女 我们的萌萌主播漂亮的话呢 就可以来点星星 星星多还是这个太阳多好不好 来告诉一下各位亲爱的网友 这个时候赶紧行动起来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 就会有奖品 来来看看我们这个奖品好不好 展示一下 这是第一张的专辑 这是第二张的专辑 这是17岁的时候 录的一张专辑 这是大学毕业以后 23岁录的一张专辑 你现在23岁 好可爱啊 我现在马上25岁了 马上25岁 所以你这个是算成 这次新专辑叫成人书对不对 对对对 来你是喜欢嫩男的 还是喜欢熟男的 哎呦 讨厌 怎么会问人家这个问题啦 人家就喜欢嫩嫩的 那你就要这个好不好 我要这个 这个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来看到我们今天 谢谢 谢谢 哇 很多都说给力 谢谢你们 好 来看看我们这张专辑 主打的是这张 哎 今年的这个全新专辑啊 对 2014年成人书 怎么会想到要 哎 用这个名字呢 其实当时我们公司 就是把所有歌曲都制作完成以后 就为了定那个专辑的名称嘛 也是开了 就无数次的会 然后也很头疼 就最后还是 也是我的一个坚持吧 我觉得成人书是比较贴切这张专辑的 嗯 当时有很多 我给很多 对那个朋友说了嘛 我说我要发新专辑 叫成人书 他们第一个反应 都是觉得哎 怎么成人书就会想很多 你知道吗 对啊 他们就 他们就觉得 但其实当时我就觉得自己 就是出发点嘛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认真听 这张专辑所有的歌曲 嗯 它就是代表了我在大学这四年的一个 呃 不管是从一个音乐旅程也好 还是从一个人生的经历 一个阶段也好 都是一个成长和一个变 走向成熟的一部分 所以说就用那个成人书比较贴切 就大家会发现听完十五歌曲 呃以后会理解为什么会叫做成人书 而不是 就是我爱想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嗯 成人书会不会很open那种啊 对啊 就是因为你想想小的时候呢 我们对于某一些东西都是懵懵懂懂的 慢慢长大之后呢 我们就会变得open起来是不是啊 夜唱嘛 夜唱嘛 我们在讲个夜晚当夜色撩人 对夜色撩人 哎呀 多么难忘 你还带着凶劲 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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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了 当然我知道你比他要大 你比他要帅 哈哈哈哈 是真的 我觉得超级可爱 真的是 对 哇 我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 我也会喜欢他这类型的 是吗 哦 我觉得 谢谢谢谢 不是 要我直白哦 今天你的粉丝有来现场吗 有有 有 你的粉丝当中有这么帅的吗 这么帅的 好帅啊 都很成熟 都是魅力男人 都是大叔是吗 大叔吧 你是大叔 你是说什么 大叔的这个支持者比较多 大叔控 大叔控 有点大叔控 练父亲 那今天这样专辑的风格是 主要是讲成人的这个过程 他其实就是讲关于 就是上大学的一些成长故事 比如说这里面有关于梦想呀 关于青春啊 其实都是说白了 就是一些我们青春里的一些触动吧 就是一些小的一些 情感方面的也好 或者是你在人生历练方面也好 把它归结成十首歌曲 然后放到里面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唱 今天晚上夜长